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开国大典之后的这个开国大宴上 用的主要的菜品都是怀阳菜 当然一说在这么重大的场合我们会吃怀阳菜 就会觉得是不是怀阳菜距离我们有点远呢 做起来是不是有点难呢 今天告诉你 给你起来一位地地道道的怀阳厨师 教你做的怀阳菜不仅容易学 而且吃完之后可能你还会上瘾呢 谁为我们做呢 欢迎周厨 欢迎 刚才我讲过周厨 我说你的家常菜呢很有营养 你认同这个观点吗 认同 还有一位也很认同 因为他呢 今天说怀阳菜会有点不一样的情怀 他是常州人 而且还是一位很懂营养的常州人 欢迎郭老师 你好 郭老师是营养专家 你首先给我肯定一下 是不是怀阳菜真的像我说的口味清淡营养丰富 对 应该这是怀阳菜的特点了 今天我们用怀阳当地的什么物产来烹菜呢 一个是美味的焦白 焦白能用来做什么呢 主厨 焦白 我们今天是草 草 对 就是说咱要把它那个做一个比较清淡的碰到方法 现在有适合夏季的 那炒的话 速炒它会不会太没劲 我们它比较有 鸡肉 鸡肉就是鸡胸肉是吧 鸡胸肉 鸡胸肉加上我们的焦白 还有这是这个毛豆要用吗 毛豆也要用 用一个颜色 一个这个夏季的司令 蔬菜 OK 那咱就现在开始烹调吧 这道菜的名字你给它命什么 焦白毛豆炒鸡丁 焦白毛豆炒鸡丁 现在就开始教您做 我看到你这个毛豆是去的皮的 去的皮的 这都不要新鲜的毛豆 我发现一个问题大厨 我发现其实淮阳当地人 特别喜欢毛豆 北方人其实吃毛豆多的 也就是用它来做盐水的毛豆 然后就做餐用的 淮阳人是不是特别喜欢 把毛豆做菜 做毛豆 很多 剥毛豆 放毛豆里面 我有吃过淮阳那个毛豆粘肉 对 就是他们把它放在上面 对 有时候针鱼也放一点都可以 就是说淮阳人做很多肉的 都喜欢把它做鱼料 是啊 我记得小的时候的经历 就是毛豆下来的时候 没事 家庭主妇就在那剥毛豆 然后做菜 对 我觉得大家可以借借 红烧清真 我觉得这个要味道重的 它也会吸味的 对 所以说你家里面 如果不怎么吃毛豆的话 建议你现在可以做一些 比如大鱼大肉的时候 把它作为辅料 放进去一点 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 今天我们怎么用呢 我先问你第一步 应该怎么做 主厨 今天我们现在剥好了 对 毛豆它新鲜的有点一 这就比较新鲜 我们要锅里水煮一下的 把那个外面煮 煮光滑了 煮光好了 这个去掉 操作比较清晨 好的 这个毛豆 它和黄豆是一回事吗 它不是一回事 它们都属于豆莢类 但是它们品种不一样 豆类它分很多种 比如说一般我们大体来分 会分成两大类 一类叫大豆类 一类叫做这种干豆类 大豆类什么是代表 大豆类 你比如说我们的黄豆 我们的这个叫青豆 这是青豆 对 这是青豆 还有就是我们的黑豆 黑豆也算大豆 还有那种大豌豆 这个形状是大豆 我们叫花豆 就是花色的那种花豆 这四种豆是大豆类的典型代表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油润 里面会含有脂肪比较高 一般会 我们把它叫做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 也就是它有三分之一的碳水化合物 三分之一的脂肪 和三分之一的蛋白质 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这种干豆类就是我们说比较面一点的 像我们最典型的豌豆 豌豆 红小豆 绿小豆 这些都是属于那种干豆类的 干豆类它的特点就是煮出来以后面嘟嘟的 吃起来比较面一点 我说就是能做豆沙的 对 能做豆沙的 红豆沙 绿豆沙之类的 是 豌豆沙也很好 但是这种豆沙类它就含淀粉质要高一些 一般能达到55%到60% 那么少了什么呢 脂肪 所以吃起来没那么多油 你像黄豆可以榨油的 所以这个青豆我们吃起来就比较 口感也是比较油润 就是它有的时候我们炖肉 它也比较吸油 本身它的脂肪含量也是稍微高一点 OK 那明白了 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在夏天吃毛豆的时候 我觉得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 一种营养物质来补充 对 相当于吃饭 相当于吃油 也相当于吃蛋白质 我有很多减肥的朋友 他们晚餐就是夏天这时候 就吃那个盐水煮毛豆 是 是 在南方经常给小孩子当零食 也是把这个豆给它炒成那种小干豆 小炒豆 没事的时候 佐餐一下 补充营养 也是非常好的 今天我们也来做菜 对 而且今天大厨还把这个焦白也切成细丁了 是 都是让它细丁 胡萝卜也来一点颜色 切点颜色 这个大厨这个焦白一般的话 在还原当地 除了炒着吃 人们还会怎么吃一个焦白 焦白一般还可以做油焖 油焖 是跟我们这边比如说油焖 油焖笋 就是跟它一个英文 对 对 小的时候 焦白就是夏天层 夏天比较多 其实焦白还有一种做法 我不知道大厨院别人做 就是煲汤 鸭子或者鸭子 鸭子就是切片 切滚刀块 放了鸡鸭子冻 然后炖的 就焦白也是炖成那种 就是滚刀块的那种大块 不是一种小丁 然后一起炖出那个汤来 非常清新 一块咱们尝尝看鸡肉加焦白 再加我们的毛豆 会出来什么样特别的感觉 好吧 这边大厨要把鸡中肉处理一下吗 先我们去一下鸡 鸡膜 鸡膜以后就是影响口感 对 口感就是这样 它吃口感不那么嫩 就表皮那层 表皮 片下去 它去掉 其实西方人吃鸡中肉吃的挺多的 他们一般都会煎它之类的 这个鸡脯肉是把外面一层那种膜 全部去整理 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嫩了 然后再放酱 再上鸡 切这个鸡肉的鸡肉 要是速切 速切鸡 有一句话说的叫 速切鸡 速切鸡 顶刀切牛 顶刀切牛 横切牛 速切鸡横切牛 就是所谓的速切 就是沿着它那个长长的纤维 在纤维处给它断掉 断掉 这样的话它就比较嫩了 OK 提前大叔给我们切出来一些 看看大叔这边怎么给它上酱 稍微换点盐 换点盐 对 要调一点底味 调一点底味 稍微换点盐 然后就是要均匀的把它抓一下 不需要加蛋清或者是淀粉 那些东西 要一步一步 先把那个盐 抓着 要先吸收 吸收下来 然后我们还等它 它叫上酱 它是先进盐味 对 然后再抓其他的味道 这个呢 这样的时候感觉有点 手啊 有黏糊的感觉 就是上酱了 就是有时候手已经跟它有一个黏的感觉 然后我们这种色素可以稍微加点水 因为叫做吸收水分 使这个鸡肉呢 更加嫩一点 哦 是 来 加一点点水 好 继续再抓一抓它 对 可是 完全吸收 对到什么程度我们再开始淡清加进去 叫做水分吸进去了 其实我发现鸡胸肉其实还算是一种在菜市场 物美价廉的作物 物美价廉价格是比较低的 一般我给我们糖尿病人经常建议他们买鸡胸肉吃 很多健美先生 对 我看到建议房里面 大家都吃那个鸡胸肉和牛肉 因为它绝对的是 白水煮的 对 高蛋白 然后脂肪特别低只有12% 比如说你为了减肥 可以的体重 那么因为健美先生 然后还缠肉 对对 缠肉 而且最主要它生筋啊 它生肌肉 就是它长肌 对 它长肌肉 但是呢 不给你长脂肪 所以呢 咱们留着鸡胸 然后牛肉 还有这个蛋清 都是首选的 这边我们加了蛋清之后 什么时候加水淀粉 拆了 拆了 吸收了之后 我们可以就放水淀粉 OK 这时候就可以放了 对对对 这边 那么再加了水淀粉之后 这就算上浆结束了 对 一个方向再这样搅一搅它 对对对 今天我们有发现 其实这道菜的热量是非常低的 毛豆 它的这个能量高 但是热量低 对 它是属于这个 就是里面的这个蛋白质啊 脂肪啊 含量都是稍微高一点 对 但是呢 咱们用量也少 OK 而且它是比较均衡的 然后肌肉呢也是一种大白质很高的食材 然后肌肉是高脂肪的低脂肪的 那椒白呢 椒白跟它比较的话 椒白有没有一些自己的自身的营养特点 椒白呢 在蔬菜当中呢 是含糖量稍微高一点的 一般会比咱们这个普通的蔬菜 它一般能达到3%4%左右 怪不得它的味道会有那个甜香 对 有点甜香 会全香 但是呢 这个椒白大家不用怕 你说一下含糖量高 是不是我就怕胖啊 不能吃 因为本身椒白含的膳食纤维比较多 而且呢 这个椒白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维生素 B族维生素含量很高 B族维生素是能帮助结酒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还能 就小孩出黄胆啊 退黄胆什么的 都拿这个椒白还是比较好的 可以有去黄胆的作用 B族维生素 适合夏天吃吗 对适合夏天吃 夏季的时候我们容易 这个饮酒啦 或者是有一些毒素啊 都可以用椒白把它排出 它能够帮助我们排毒 对 是是 它的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很丰富 主要是膳食纤维比较高 一会我们尝尝它的口味 对 看看它的那个风味怎么样 好吧 我们这边大厨呢 已经把这个胡萝卜 然后现在先焯个水 焯一下水 是吧 等一下呢 我们这个鸡胸肉呢 已经放在这里 同煮 就要焯个水 是吧 提前把煮熟 先煮胡萝卜 不能直接炒 因为直接炒它炒的话 容易粘锅 突然不好 OK 那我们这个鸡胸肉的话 它这个焯水 为什么不焯油呢 为什么不滑油呢 滑油现在就是主动的就是有少油嘛 对 滴油饮食 这个夏天吧 就比较清淡 清淡一些 对清淡的餐好 滑水的这个方法 我让这边助手给大家强调一下 滑水这个煮水的时候 我记得一定要热水 开锅了之后再下 嗯 废水 100度左右 因为如果冷水下的时候 它会浆啊 嗯 就容易散了 散了 这就是 一直热 它马上就粘固了 粘固了 来来来 慢慢地下去 好 煮这个鸡胸肉是我煮八层熟就行吗 八层熟 八层熟 因为 其实鸡肉还是挺好熟的 对对对 好 这水用水浸得它 对对对 好 浇白一般 浇白应该是很容易成熟的 对对很容易熟的 它是素菜一般 这个浇白现在生的都可以吃 生的可以 生的可以直接吃的 都可以吃的 好 浇白一般也是生长的 这个鸡胸肉都开 对对 是水生的 水生的 水生的跟进 好了 这个就可以了 今天我们这道是清炒菜 对 各位看到这儿 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的豆子也刚才超过水了 浇白和鸡胸肉也做好前期的处理了 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什么 放锅里面开始去滑炒它 来点油 好 少一点油 我们稍微化一点小料 好 这个直接爆完料头之后 续续把豆子来放进去煸炒它 对 稍微添加一点水 好 那毛豆 颜色看起来很缤纷的 颜色看起来很缤纷的 对不是 那点毛豆就加进去 可以拔颜色 毛豆和胡萝卜加进去 就使整个菜看起来很亮 看起来颜色缤纷 这个是咱们食物啊 就两种颜色作为代表 一个是这种淡绿色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的胡萝卜色 红色 然后或者是这种 这种黄色 偏那种橘黄色 对 让人看起来很有食欲 这道菜我觉得做起来相当简单 只要你记住这个步骤就可以了 菜鸟集的主妇们 对 菜鸟集的主妇们 这道菜哦 可是给您量身打造的 打造在什么地方呢 你可以轻轻松松的 把一顿营养大菜搞定 是吧 好吃不好吃 我们先尝尝看再告诉你 尝一尝 我们最后要滑点那个水淀粉进去 绝对一会儿 营养完全包裹在上面 OK 出锅了啊 正式出锅 朋友们来来来 在我们整个一盘啊 看到我们的这个鸡胸肉焦白炒毛豆的时候 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 这道菜的搭配 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 毛豆能和我们的焦白在一块儿配吗 大厨说 在淮阳当地人家 这种吃法是很普遍的 对 那今天我们就尝尝在淮阳当地人家 很流行的一道菜 味道究竟 能不能让北方人 我们也适应一下 都喜欢呢 来 尝尝看 这道菜绝对是幼儿园食谱 有一点感觉 对 都是小丁丁的 这种很滑嫩 对 比较清晰 嗯 因为这个焦白呢 它里面有一些氨基酸 含淡的化合物 所以我请来呢 有一股这种清晰的味道 有没有发现 这道菜吃完之后 它嘴巴里面流的味道 是那种焦白的味道 会特别清晰特别足 营养搭配是很棒的 对 营养搭配非常均衡 不长肉 同时也有营养 而且可以提高我们这个 卫生素的含量 像B字卫生素 就是 所以说夏天你想减肥 想脱脂的朋友 这道菜 是一个给您夏天的 非常棒的食谱 如果喜欢吃 在家里面先试试看